近日,四川八中市南疆县一处开造于北魏晚期 距今1400多年的磨牙造像被涂色一事 引发广泛热议 10月13日,有网友发文爆料称 南疆石飞河磨牙造像被虔诚且无知的百姓涂成这般 令人欲酷无泪,文物保护任重道远 仅初步调查,该事件发生于本月的7日 当地有群众为了给菩萨穿衣还愿 故人擅自为部分食客上了彩妆 还给佛像面部描绘了五官和虎须 使用的涂料为绘化颜料或喷漆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这些信众认为涂色是在做好事 是在保护文物 据悉,该处造像是2021年才发现的 其文物等级还未被认定 虽然设有监控和防雨棚保护 但因地处偏远 当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发现涂色后 迅速赶过去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15日,四川南江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就此事发布通报 称以联系文物资质机构对磨牙造像价值 以及因涂抹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未来的调查处置和修复情况也会及时向市会公布 磨牙造像是指在山崖上刮膜 或者在石头上刻画出的佛教造像 据了解,此次被毁的磨牙造像虽然发现了晚 但其价值却非同寻常 他罕见的始造于北魏晚期,将地表天然石包开凿为造像碑 在初唐、五周和中晚唐又有续凿 由于开凿序列完整,形成过程复杂 在四川地区属于孤立 因此对探讨南北佛教文化艺术交流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此珍贵的千年文物被浓妆艳抹,披红挂绿 其古貌遗孕不复存在 庄严素木之感荡然无存,令人倍感痛惜 专家表示,如果要将涂色洗掉 对实质文物的表面会造成一定损害 会和造像的原始状态有所差别 时刻上的衣纹、阴落、开廉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对于文物的破坏是不可逆的 事实上,珍贵文物遭毁容式修复已经不止一次上演了 2018年那会儿,同样在四川 有热心村民自发捐钱,聘请工匠 把安元县的南宋佛像图得五颜六色 既影响宝像庄严,也缺乏美感 2020年,甘肃西河县法禁寺石窟内的几尊佛像 经过修缮后表情滑稽,被网友调侃成表情包 今年夏天,世界自然遗产地 贵州范金山的金顶建筑外墙被涂成了八笔粉 让人直呼辣眼睛 当然,此类野蛮宠慧,也并非中国特色 2012年,西班牙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看到教堂内年久失修的耶稣壁画后 于心不忍,索性自己拿来颜料修补 结果令耶稣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2018年,西班牙一名工艺美术老师 应神职人员要求,尝试修复教堂内 一座十六世纪的木质雕像 结果圣像变身卡通人 看上去塑料又廉价 说到底,这一桩桩修复惨案背后 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对于文物保护和修复认识的欠缺 正如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采访的故宫匠人王武胜所说 修复不是搞创作 为的是重现原貌的美好 最避讳的就是创造性修复 对于历史遗迹的修复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以救补救 即,在文物原有的基础上 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的原貌 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 保养迁移 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除了要加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之外 还要加大对文物 特别是田野文物的保护与监管力度 就拿本次磨牙造像遭涂色毁坏一事来说 对文物保护单位置下的文物进行修缮 必须要经过相应行政部门的审批 可是,善男性女们随便找个人 就可以给佛像上彩妆 暴露出来的是文物保护部门 在监管上存在巨大的漏洞 目前,当地正在邀请相关专家论证 尽力修复恢复原貌 八中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恢复原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 能留存到现在的文物 哪一个不是宝金岁月的侵蚀 风雨的洗礼 战火的摧残 好不容易挺过了这些 如今却轻易地毁在一次次 无知群众处于好心的野蛮修复上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